大家好 我是鳳馨 國民大會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我們將在達成40萬訂閱的時候 舉辦彩蛋抽獎活動 不要忘了一定要按下訂閱 而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這兩天台北股市都在跌 你知道跌的核心風暴是誰嗎 是台積電 台積電為什麼跌 因為就是為了華為 美國要封殺華為 結果倒楣的怎麼會是台積電的敏寬 因為美國他們現在把技術製程 從25%往下一口氣調 調到10% 調到10%的過程當中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技術 我美國出的 在25%為上限的過程當中 你只要沒超過的話 我給你出 之前的話其實以台積電來說 台積電它目前的中階製程 從35奈米一直到14奈米 有美國的程度 大概是在15%左右 就沒有達到那個25% 對 它就可以出貨 所以台積電就繼續供貨給華為 沒錯 但是只要調低到10% 那麼代表中階製程以上 通通都不能夠出貨 而且最糟糕 台積電就不能出貨給華為了 而且更糟糕的是 台積電在南京廠 它有做了一個大投資 專門要供給華為海思 如果那個地方 美國一掐不能夠出貨 就代表那邊的投資 就完全失靈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 1月15號當天 這是1月14號是禮拜二 對 然後星期三 外資賣了1萬7千張 想不到到了今天1月16 外資沒停手 又賣了2萬5千張 都是為了美國要掐華為的脖子 結果旁邊有一個人 快要斷氣了 是台積電嗎 對 因為昨天台積電 在美國的ADR也跌了3.3% 這個幅度還滿大的 我們請導播換下一張 但是好處是 1月16號下午 台積電開發作會 這個全市場 全世界都在看 結果台積電的業績 好得不得了 單季的獲利高達4.47元 單季毛利高達50%以上 而且劉德英董事長出來 拍胸脯說了一句話 我認為明天的外資 有可能會出現 所謂的一個回撥 就是說做整個認錯的行情 劉德英董事長說 誰跟你們講的 中心的轉單 沒有 目前華為海事的單子 都還在我們台積電的手中 那個是假新聞 可是敏寬 我問一下 如果美國真的把那個 25%的技術上限 然後縮小為10% 台積電真的不會受影響嗎 我個人認為會 會受影響 因為這次其實日氣外資 所出的報告是出最快的 他們說目前台積電 最賺錢在哪邊 在7奈米 7奈米的獲利高達 排積電的30% 但是只要中間 中間是指哪邊 從35奈米 沿路一直走走到14奈米 它只要出現所謂的空城的話 大概會去影響台積電的營收 100億左右 我們目前來看 華為佔營收比高的台廠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通通是大廠 包括了台積電 佔了10% 包括了大力光 佔了15% 聯亞是最重的 佔到接近20% 穩貌也大概佔15% 然後經濟的部分的話 也佔20% 所以這幾家公司 這幾天都受影響 沒錯 這幾天的股價的部分的話 外資都在做檢討 都在做修正當中 但是我個人認為是 目前最重要的是 美國如何去施壓 整個五眼聯盟 為什麼 其實一切的一切 為了是什麼 一切的一切 是為了科技戰 而科技戰為了是什麼 你只要持有了 整個5G的未來 你包括了自駕車 包括未來的先進醫療 包括了很多很多的科技 都會在這個5G當中 去做架構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如果他整個 現在去做施壓 其實我覺得波瑞士強森很聰明 波瑞士強森他說什麼 他說你們美國檢討我 叫我不要買華為 可以 那你的替代方案是什麼 波瑞士強森把球丟回美國 你知道嗎 他真的是一個 有時候覺得他的個性 還滿有趣的 美觀 我真的要覺得 美國跟英國比起來 英國真的比較老狐狸 沒錯 沒錯 然後目前來看就是 現在澳洲已經說了 澳洲說對 華為有開後門 所以我們要採用美歸未來的 所謂的5G系統 他們應該有可能會採用Nokia的 然後目前澳洲 澳洲論更好笑的 此地無銀三百兩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我們澳洲 不使用華為的系統 絕對不是因為美國施壓 這句話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 但是就目前來看的話 先跟各位談 美國他現在正在逐步的去整個 在追殺整個華為當中 台廠可能會受傷 但是後面來看 真正最重要的 他是抑制5G 這個才是真正最大的大兵 好 可是我們剛剛在講到說 台積電所受到的壓力 不是只有你不准供貨給華為而已 是的 還有包括了 美國現在在逼台積電說 你到我美國來設廠 這個是日經亞洲評論 最近的報導說 華府正在升高 對台積電的壓力 要求台積電在美國生產 均用晶片 以確保美國供應鏈 免於中國干擾 所以現在台積電傳出來說 已經開始聘請公關公司 到華府去做政治遊說 然後台積電是說 從來沒有排除 在美國生產的可能性 但是目前沒有具體計畫 難怪去年11月的時候 張宗某說了這一句話 非常的有趣 他說當世界不安靜 台積電將變成 地緣策略家的必爭之地 馬老師 我覺得台積電有點可憐 就兢兢業業好好地做好 他的晶圓代工 明明技術這麼好 現在美國老大哥 兩個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 一邊說你不准供貨給華為 另外一邊說 你到我美國來設廠 否則我跟你沒完沒了 台積電會屈服嗎 我覺得他是所以會被刀子 架在脖子上 就因為他的技術太好 美國非他不可 因此我覺得 面對美國對華為的禁令 到最後台積電也只有遵從 他不可能就直接違抗 所以他真的有可能會損失 10%的營收 另外就是到美國設廠 我相信他也會首肯 只是這個時間不見得會很快實現 他可能會慢慢去規劃 慢慢去設廠 我們真的很可憐 美國刀子一來我們就非虛種 這個我倒是可以補充一下老師 先跟各位談 台積電最新的五奈米廠 花了170億美金 這個170億美金 是創下人類有史以來 歷史最高的花費 一間廠花了5000億台幣 各位都知道 特斯拉有一間上海的 超級工廠 對不對 花多少錢 花30億美金 那個已經是2018年 全世界最大的投資了 所以你說去美國設廠 台積電嘴巴一定要說可以 可是先跟各位報告 100多億的美金哪裡來 這是天文數字 所以台積電飛得要去 他可以跟紅海一樣 跟美國談條件 土地或者租水的優惠等等 我現在會談很久了 絕對不是川普這一任的事情 至於說是華為這邊 會不會因此會讓台積電損失這麼多 我覺得他有可能逼迫華為快速升級 盡量把他過去的這個低階產品 盡量把他排除掉 在美國的這個10% 沒有再進一步限縮之前 他也許會搶這個機會 讓他可能在7奈米以下的部分 可能他使用的這個程度會加深 因為我7奈米以下 我現在使用的美國技術不到10% 你就限制不了我 所以他現在就想盡辦法 讓我所有的技術 通通變成7奈米以下的 不到10%使用你美國 我自立自強 我要供貨給華為 我還是可以供貨 你覺得台積電會繼續這樣幹 這個就是 你可以說是不得不這樣做了 為了避免損失 只好就把損失的部分切掉 然後以不受影響的部分擴大 來填補它 好 所以這個是台積電的難題 其實台積電的難題也是我們的難題 你以為美國的大刀只有針對台積電嗎 對不起 蔡英文總統連任 現在美豬美牛恐怕是被迫要扣關了 你看到這個蔡英文總統已經強調了說 我們會盡力加入CPTPP 這當然跟日本 美國現在是沒有加入CPTPP的 是日本為主 可是他說對於食品進口議題 我們的態度是一致的 國民健康安全 國際標準 科學證據 國民共識 但是美國的AIT主席莫劍 講了大白話文 他說需要解決美豬美牛的問題 希望能夠取得進展 而日本也施壓了 說你要我們支持你加入CPTPP 對不起 你們進口的福島食品 是卡在喉嚨的魚刺 你不把它拿掉 哪有什麼CPTPP可言 所以我們看到親綠的學者 范世平 范教授 他非常親綠 他說 蔡英文在獲得壓倒新民意之後 必定會在短時間內 開放美豬 日本核災食品 來換取簽訂FTA跟CPTPP 兩回事 我們來看 韋翰 你覺得會不會在短時間之內 用碾壓式的方式 通過開放美豬 以及日本的核災食品 這兩個議題我很快跟大家講 美豬的議題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照片 這個 好 可能這個 今天如果我今天在台下生計 我看怎麼電腦裡面有這種東西 曾經民進黨是有講過的 如果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 也就是瘦肉精的美豬 總統要下台 這是民進黨的堅持 所以2016年蔡英文總統 他上任之後才有這個議題 然後也不敢動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美豬是一個 我至少先告訴你就是 過去民進黨是告訴我們 不可以進口美豬 但你判斷呢 我的判斷就是很簡單 剛剛我們講川普是選舉 現在小英總統也是選舉 這一次選舉 除了反送中 除了亡國感之外 美國給蔡總統多大的幫助 你跟墨建一見面 人家跟你提的就是這個 這就是最大的 怎麼講 就是說彼此該交換的東西 很簡單 因為觀眾朋友可能沒有注意到 我們現在剛剛才選完 總統還沒上任 他今年520會上任 下一次選舉 是兩年又十個月以後了 將近三年時間 台灣沒有選舉了 你把這兩個過就算了 就不會有事了 我覺得會過的可能性非常高 因為現在是這樣子 因為他會跟你講說 那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他不會說我們現在是被迫 而是說這個很好 會加深我們跟美國之間的合作關係 我們是堅強的美國跟台灣 是合作夥伴 他會用這種方式 甚至有哪一些的這些合作案 去說服國人這第一個 另外核實 蔡英文總統也有講過 日本核實因為這是有公投案的 這不一樣 然後他也在2019年的5月10號 這個時間我都記得很清楚 他開一個國安會議 那時候有特別提到了 因為日本方面 我們想要加入CPTPP 一樣都會有 都會有個條件的 可是他說至少兩年之內 不要討論 我們尊重民意 2018年的11月24號 是公投案通過那一天 所以也不急 10個月以後就可以了 就今年11月24號就可以了 對 所以日本核實 今年11月24號以後就可以 然後依照我們現在連署 可以先連署 再罷免韓國瑜的那個做法 先談 反正最後進口的時間 只要在今年2020年的 11月24號以後 11月25號東西到了 就沒問題了 所以這兩個 我的看法是 終究都是會過的 所以你同意 他會唸壓式的通過 但我請教一下湯教授 我們換得到FTA跟CPTPP嗎 這個東西我倒覺得說 機率是有 可是這中間會不會有 什麼樣的這種困難 這個情況我還不能夠排除 你說這個FTA FTA當然這個就是一個 雙邊的東西 就是我們跟美國之間的 這個東西 當然美方他也很希望 來拉抬台灣的這個身價 那這種情況會不會說 達到他的目的 這個還要看很多其他的問題 一起加總在一起 你譬如說你現在這個 伊朗的這個問題 有沒有有求於中共的地方 你譬如說你這個朝鮮的問題 要不要求中共出來幫你一把 就國際環境 國際環境的這個問題 是不是對美方來說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說是的話 那可能這個問題 就是台灣的這個FTA的這種狀況 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那可是你剛剛講的這個 CPTTP的這個問題 這個我倒覺得 因為這個裡面 你們看看他的那個成員 十一個國家 而且這些國家 好像跟中國大陸 關係都不是太好 也就是說中方的這種 他想要介入的這個籌碼 我覺得好像並不是太大 並不是太多 所以說 可能給台灣會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一種安排 可是我覺得這個後果來講 可能是我們可能現在 還必須要評估 可是這個後果到底是怎麼樣 比如說我們假設 他們也開始要談了 因為這個東西還有一個過程 還不是說那麼快 因為他們現在談完了以後 才接受新會員 接受新會員 那當然你中間還有一個 很長的漫談的這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當中 北京這邊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干擾 那這個我覺得 還必須要繼續觀察 我大膽預測 如果台美之間 進入FTA的開始的談判的話 那我要告訴各位 台灣農民就揣了一單 你只要去看日本跟美國 簽的FTA 日本的農業付了多大的代價 不過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看一下 蔡英文在接受BBC 專訪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重點就是 他已經改了國號了 雖然沒有修憲 但國號已經改了 馬上回來